这是我见过最恶心的男人 偷亲女主就不说了 上班时居然还对着女主一赢 更过分的是 在知道女主喜欢45岁的店长之后 竟还威胁女主与他约会 自从静腾答应小菊的约会请求后 小菊每天都盼着那天的到来 上课时 他还在课本上画上了静腾与他的爱情涂鸦 然而就在这天打工休息的时候 突然进来的黄毛看到了小菊手中的书 觉得怀念便想借来看看 小菊听后也没多想 将书递给黄毛后就去工作 可空闲下来后 他才记起了书中的涂鸦 赶忙来到办公室 结果涂鸦早被黄毛看到 小菊见状恳求他不要将事情说出去 然而黄毛却要挟小菊与他约会 为了不让事情带路 他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 小菊很是敷衍地穿了身边装前来约会 面无表情地走完了流程 看完电影后 小菊便准备回家 可黄毛就不乐意了 强行拉着他来到一家咖啡厅 可坐下来没多久 黄毛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小菊 小菊跑到 小菊到厕所门口接通了电话 原来静腾打电话过来 是想询问他明天约会时想去哪里 听此小菊高兴极了 并表示去哪里都可以 等挂完电话 小菊兴奋地手舞足蹈 然而一回头却看到了黄毛恶心的嘴脸 回家后小菊赶紧洗了个澡 一想到明天和静腾的约会 他就激动地不能自已 眨眼来到第二天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流程 不同的是小菊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 或许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和昨天一样 看电影 喝咖啡 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 小菊并没有感到无聊 在这样的氛围下 静腾回想起自己初次约会的时候 为了耍帅 他特意点了一杯黑咖啡 结果喝了才知道苦得要命 只好等女孩去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地往里面使进家堂 当时的咖啡田里带着苦色 或许那就是青春的味道吧 环顾四周 静腾突然发现这家店里全是情侣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年轻 便立马站起离开了这里 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静腾的手机突然响起 等他接完电话回头的那一刻 静腾深深被小菊迷住 中文字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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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一年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两人在车站告别 看着静腾离开的身影 小菊思绪万千 正当进腾刷下交通卡时 时间突然停止